大家好 欢迎收看inside财经 昨天虚拟币市场暴跌啊 主要是国务院有政策啊 就是严格监管国内的虚拟币的交易和挖矿 然后呢 就有很多老铁呢 他们在关注这个区块链市场是不是进入了一个熊市状态啊 然后呢 我认为呢 这个区块链这个虚拟币市场完全还没有进入熊市啊 呃 流逝了一个后面3 40%的一个阶段啊 可能再保守一点30%的一个阶段啊 应该是这样一个水平 如果说呢 一些突发的消息发生了呢 可能是一轮那个新的爆发的开始啊 呃 当然这个说这个 区块链目前是不是流逝的 也不止我一个啊 就是那个 呃Synthetic的创始人 他呢 就说你们大家不要慌了 放松一点 还是流逝 呃 他没有说那个详细原因啊 我就把我的一个理解给大家讲一下吧 其实我也是 非常认真的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啊 到底现在是不是一个流逝 还是不是已经进入熊市了 呃 是比较认真的思考了一下啊 就是我实在是找不到什么 现在已经进入熊市的一个理由啊 原因是什么呢 现在全世界啊 因为这个新冠疫情危机 全世界进入了一个高通胀时代 在1970年到1980年 这10年之间呢 这个世界是一个 由于石油危机啊 西方世界是一个高通胀时代 然后呢1980年到2020年这40年时间呢 其实西方世界是一个温和通胀时代 然后那个雷曼金融危机的那几年就2009年之后呢 呃 那个全世界呢 就有一段段时间 就是非常短暂的时间 是一个高通胀时代 在现在啊 由于这个新冠疫情危机啊 全球这个经济都一塌糊涂啊 对吧 就是我 我不知道别的地方 我觉得日本啊 他那个很多那个店晚上8点就要关门啊 然后很多那个服务业 大家都懂的 对吧 服务业 他都不能开门了 我说的不是那种特殊服务业 我说的是那个酒吧是这些地方的晚上都不能开门了 像欧美像日本这些经济呢 它是以这种 呃 什么呢 以服务业为主导的是吧 它的那个 这个经济的话呢 如果说没有这个服务业支撑的话 它跟经济肯定是比较惨的 比较难看的 所以说呢 为了应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就中美日啊 都开始了这个扩大流动性的政策啊 在这之前呢 美日是扩大流动性的啊 这个毫无疑问啊 尤其是那个日本银行 他们那个扩大扩大流动性的方法就是有一点不要脸呢 他们直接把他们那个流动性注册注入到他们那个上市公司啊 然后呢 后来呢 他们那个日本的那些媒体呢 就有一个说法 就是哪个国家的那个流动性啊 央行不要脸 使命的扩大流动性啊 就说这个国家的那个 央行日银化日银日本银行是那个日本的那个中央银行啊 然后后来呢 就经常听说那个美联储在日银化 对吧 就美联储也在扩大流动性 在这之前呢 中国应该是采取那个比较温和的一个方法 然后昨天那个 这个呃 国务院的那个会议啊 我分析了一下 我觉得其他的都不是特别靠谱啊 但是呢 我觉得他说的一句话很靠谱啊 就是那个流动性的合理宽裕 什么叫流动性的合理宽裕呢 那就是流动性很宽裕啊 对吧 所以呢 从这些角度来看呢 一般而言啊 就市场上钱比较多啊 泛滥成灾 那有什么市场他会进入熊市呢 大家想想 对吧 这房价死命的涨 股价也会死命的涨 你这么大的一个流动性在市场上泛滥 这个说一个资本的一个门内一个市场啊 哪怕是一个小众市场啊 他好歹也有黄金的什么四分之一的一个水平吧 你说他会突然就进入熊市 我觉得这个要说服我 我就有点很难理解啊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 就是经过这一轮流逝 或者是经过这一些年的发展呢 这个区块链技术和虚拟币 他的那个受众啊 就更加的宽泛了 很多人以前都不知道什么叫虚拟币啊 可能大家一听啊 虚拟币是什么 虚拟币就是庞氏骗局 或者是 呃 击鼓传花的一个骗局 对吧 呃 现在呢 也有这种说法 现在 在那个金色财经啊 或者巴比特上面还偶尔可以看到 有人说那个 嗯 虚拟币他就是一个庞氏骗局啊 就是一个骗局 但是呢 呃 已经没有我在2017年的时候 看到那个新闻上铺天开地的都是的 已经没有这种现象了 所以说呢 虚拟币现在更多的被一个大众所接受啊 这是第二个原因啊 第三个原因呢 就是 现在区块链技术啊 比以前更加成熟了 这个怎么说呢 呃 2017年的时候 我印象中那个区块链都是一个单机版的 现在至少也在进行一个 呃 分布式的一个发展 对吧 然后当时什么跨链啊 什么呃 类二区啊 都我我我都没听过啊 侧链那个时候刚都刚刚开出来 对吧 所以说呢 现在技术发展还是我认为啊 是一日千里啊 呃 比较快所以呢 从这三个角度来看呢 现在 在你说他突然由牛市转为熊市了 在全球这个流动性泛滥成灾的一个前提下 我是很难理解和接受的 呃 以上呢 就是这个我对于一个现在是牛市还是熊市的一个看法 对吧 我想过很多次啊 是不是你熊市到了 但是我很难说服我自己啊 呃 然后呢 说完了这个牛市和熊市呢 我们来说一下美国那边的一个消息啊 就是 呃 首先第一个消息呢 就是那个美国的前财长啊 呃 现在的财长是耶伦啊 现在的财长耶伦是原来的美联储主席啊 呃 美国前财长 他说加密货币呢 仍然有希望成为数字黄金啊 呃 其实这个不是希望的问题啊 他已经是数字黄金了 只是他的波动比较大 就是一个政策下来 他就爬 跌个百分之二十 跌个百分之三十 然后一个利好消息来 他就涨个百分之二十 涨个百分之三十 但是大家想想啊 大家不要失望啊 这个 这个 区块链啊 避拟弊啊 它的那个波动的大小啊 它越大 不就是给大家一个造富的一个机会嘛 对吧 大家喜欢玩避拟弊不就是因为它波动大吗 如果说它像那个A股一样 就是 呃 进去让你套个十年八年的 你还没有那个什么耐心去玩它了 对吧 他就是一个这种孵化梦想的地方啊 然后呢 美国sec的主席呢 他就希望加强对虚拟币交易的监管 因为虚拟币他不是证券吗 美国sec是没有监管权的 这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我认为加强监管美国sec如果说是能够加强对区块链的监管 其实应该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利好啊 因为现在中国是已经完全的 排斥虚拟币了 所以他慢慢的对这个区块链市场 虚拟币市场的影响应该会降低 然后日本他已经开始全面接受这个区块链了 只是监管比较严格 如果说美国他把那个监管纳入的话 监管也比较严格的话 其实这个虚拟币市场会更加健康更加稳定 对吧 然后呢 第三个消息呢 就是sec的那个委员呢 他说他希望加强加币货币 的一个就是比特币的etf的一个批准的一个可能性啊 他认为那个sec已经没有理由在拒绝 那个bbtc的一个etf了 我不知道他说这话是出一个什么样的理由啊 他和之前那个sec说的放出来的那个消息是有些矛盾的 目前来说呢 如果说是那个虚拟币非常的不景气 这个反而更有可能出来啊 就是美国sec这个消息 对吧 呃 我是说美国sec通过那个比特币etf的这个消息啊 呃 最后呢 我们来说一下那个马一龙马兄啊 马斯克他的一个消息啊 他说相对于一个法币啊 这个他更加支持比特币 其实对于比特币的支持呢 所有的人都是处于同一个理由啊 就是法币 就是现在嘛 就是大家为了整个经济啊 或者是处于自己的一个央行一个国家发展的一个目标嘛 他就会大量的扩大那个流动性啊 就是不断的印钞 对吧 这样的话呢 就会导致人们对于这个通胀的一个 很不爽 对吧 比如说我昨天100块钱 我还能买 买个10斤8斤肉的 对吧 今天100块钱 我就只能够买个两三斤肉了 这个当然是 引起很多人 很多平民老百姓的不满 是吧 所以说呢 他们认为这个虚拟币呢 就是去中性化啊 然后通胀也比较少 就是可以由大家投票决定啊 如果说你这个虚拟币设计的不好 通胀特别大 然后别人就可以不接受了呗 对吧 所以呢 就是马斯克说他比起法币跟支持那个比特币这个说法呢 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呢 他之前说过那个比特币的那个 能量的问题啊 他非常不节能啊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一时冲动啊 这他大嘴巴嘛 跟那个特朗普一样的 一时冲动瞎说的 呃 我还是认为那个法币确实消耗的那个资源比比特币要多得多啊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一些新闻啊 呃 然后呢 从美国的SEC的消息和他们的那些一些名人出的一个消息来看呢 就是还是利好整个虚拟币市场的 今天也有一定程度的反弹 然后呢 我认为现在应该流逝 反正还是没结束的 没有那个 理由能够说服啊 大家如果说 觉得那个虚拟币流逝已经到了尽头 给我一个合适的理由 我可以纠正我的修正我的观点啊 好 呃 最后呢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在我的那个电报社群里面的 的一些有趣的留言啊 呃 呃 我的那个电报社群呢 现在比较活跃啊 我会 把一些那个很有意思的消息 把它给记录下来 然后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呃 首先呢 今天是披萨节啊 那个比特币披萨节 当年1万个比特币换了一个披萨 呃 比较有纪念意义啊 呃 如果说我家里那个披萨有那么值钱的话 那就好了 呃 所以说比特币可以去换披萨 今天是这个事情啊 就是另外呢 就是 呃 他们有人留言呢 说那个别慌 美国比特币etf就很快出台了 市场就要雄起了 这个我刚才也说了那个美国比特币etf的一个事情啊 然后呢 sec暗示要通过比特币etf 我认为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小啊 然后呢 有一条留言就比较有意思啊 他说那个大量的比特币签网的网的币安 然后币安越来越强大 所以要投就投币安系的 呃 我认为这一个 做观点很有意思啊 给大家分享一下 呃 昨天有大量的资金签网 币安 这是毋容置疑的 因为我自己也干的这个事情啊 我把很多那个虚拟币就 以那个usdt的形式发到了我币安的账户上去了 呃 这个 国内的这个 风气啊 和这个 呃 监管嘛 就导致大家对这个 我交易所的一些不信任 但是我估计 呃 币安会更加强大 这也是事实啊 然后币安智能链bsc上的 呃 那些东西呢 会更加的成熟 也是事实啊 对吧 好 呃 然后呢 有一条留言 有一个老铁呢 就说那个要 坚信区块链技术啊 就是没有问题 现在如果说买比特币赔钱呢 呃 那就 改 一个长期投资的方式啊 然后他反正会一直投比特币 也知道那个 比特币要么就涨到100万美元 要么就清零 这个老铁的那个信心比较坚定啊 我比较喜欢 好 以上呢 就是我那个电报社群里面的 一些观点啊 呃 我觉得很有意思 如果说大家去加入我们的那个电报社群呢 啊 还是可以跟大家好好地讨论这些消息的 我把电报社群的二维码放在这里啊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呃 最后呢 我讲一下我们的那个 摩尔项目啊 我们的那个白皮书 英文版的白皮书和那个路线图已经更新了 呃 这是我们官网的一些更新 然后呢 我们近期呢 会把我们的那个代码放到那个github上面去啊 然后呢 另外一点呢 就是 我们的那个钱包嘛 做我们未来是要做那个nft的一个基础设施建设 这个钱包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会把那个 钱包的代码就是改装过后的那个钱包的代码放到github上面 与此同时呢 我们会邀请一些老铁进行一些内测啊 好 这一期呢 就聊到这里啊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小铃铛啊 欢迎大家关注inside的财经 呃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摩尔项目好 拜拜 再见